我們是陳希曼城市長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有請城市長 山西建議長會長 田光浩和日本觀光廳的好朋友 還有我是會長 新任副署長 以及台日各位委會的羽團人貴賓 請大家早安 早安 剛剛看到大家元氣滿滿 精神非常好 想必昨天應該是有按照市長的建議 來進行網宴 尤其非常令人感動的是 剛剛山西建議長會長有特別提到 在4月跨越的地震 我也要代表市民來特別感謝 我們來自日本的關心 還有支持 讓我們台灣花蓮的地震災害 會見到最低 總是 台灣有一句話叫做 灌濫見真情 也就是說在很有困難的時候 才能夠真正感受到 朋友的勇氣 尤其我上次到熊本地震後 熊本城的重建 包括來自高雄開明的捐款 大概捐了有16億的日幣左右 重建的時候當時的福島知識 我們參訪的時候 特別把高雄的燈光 打到熊本城的牆上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動 這也說 在這幾年我們藉由 台日觀光論壇的舉行 雙方密切地 建立台灣跟日本 防不可破的羈絆 所以我要再一次代表台灣人 代表高雄市民 來特別感謝 我們日本 在台灣每次有難的時候 給台灣最大的協助 尤其高雄過去的發展 跟當時日治時期 兩個建設可以說 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在高雄 你可以看到 在營城區 哈馬興 都還有很多 都是大正昭德時期的建築 我們也盡最大的力量 來保留當時的這些建築 其實我上次到九州的時候 我看了很多的港口 其實有一些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因為工業化 港口的開闢 所以這些有些港口 以前過去的樣子 其實都已經不見了 那這一點在台灣來講 在主要城市來講 我們高雄在我們過去 夜巨南代表市長 開啟了整個碼頭的建 到現在 我們非常努力的 希望把我們的原來 在舊倉庫 運香蕉 運貨部到日本的港口 把它改造成為一個提供數位檢舉方案 還有5G AIoT相關的軟體服務的港口 概念上還是一個連結全世界各主要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基地 所以我們不僅跟東北亞 藉由我們的港口 還有我們的所謂的這種區域的機場 可以說進出日本 或者是日本的朋友來到高雄 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試過一次 但是我從小坦機場的空牆屋來的時候 回到我家港代床上 時間是25分鐘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假如到桃園機場的話 那也許這個時間就會更久 那再加上還要搭車到台北的市區 又要一個小時左右 那所以假如這種區域間的往來 那用小坦機場作為一個連結 台日之間的友情的橋面 可以說是最迅速 最快捷的一個通路 所以我們真的要非常感謝 因為接下來還有今天 明天兩天的行程 我們來自日本的朋友 可以來高雄多體驗一下 你們會發現高雄跟台北很不一樣 不管是在天氣也好 或者是在人民的熱情也好 你都會很快發現高雄是 可以說是最可以代表台灣人的城市 我們在南部 尤其在高雄 還有很多原住民 原住民的長輩 或者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他還只會說日本話 不會說國語或者是中文 所以你要跟這些長輩溝通的時候 尤其假如到我們的鄉村進行旅遊 你的日本也會通 所以我相信再加上高雄多元的文化 因為我們台灣有16個原住民的部落 高雄也有16個原住民的部落 所以高雄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城市 不同的族群在高雄共同打拼 建構了高雄成為一個移民的城市 呈現了非常多元的面貌跟文化 所以我要向我們所有日本的朋友 推薦高雄 高雄首選 認識台灣 就從高雄開始 再次代表高雄 來歡迎我們日本來的所有的好朋友 也祝我們今天 包括在數位、永續等等各項的議題的討論 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收穫 讓我們台日之間的旅遊的人士 可以往平衡、健康、永續的方向來發展 所以祝福今天大會成功 大家身體健康 歡迎收看 謝謝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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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3 2 1 好 我們看第一張 比胸、鬆、小腹、笑容、顧死她 往這裡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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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1 2 1 2 1 1 2 1 1 2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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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